喜到福到 应季到 过年好 吃好喝好 心情好 天天饮食给您拜年了 大家好 我是甘婧 身体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快乐美一些 我们天天饮食给大家拜年了 年夜半 天天饮食帮您炒设计 节日餐 天天饮食带您尝尝些 天天饮食特别节目 敬请期待 你好 这里是天天饮食 我是娜小嘴 韩大嘴不在 董天嘴乐意做饭 让他去做 我也不跟他争了 听说他最近的手艺大涨 今天不知道吃什么 Hello 你好 其实不是我的手艺大涨 而是王倩的手艺大涨 确确实是 韩大嘴不在 咱们给娜小嘴吃点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道柠檬煮草鱼 柠檬煮草鱼 往这边看 好 煮骨料有 草鱼 香菜 柠檬 猪肉馅 姜丝 葱丝 污梅 芜梅 芹菜叶 糖 生抽 盐 胡椒粉 料酒 我们这个乌梅里面还有一点蒜 对 把这蒜给压碎了以后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要把鱼 在它的背部切斜的一字刀 然后用盐腌它 说起鱼 大小嘴应该是不陌生 是的 因为我听说你除了吃肉以外 主要是吃鱼 吃鱼 鱼很有大量的蛋白质 但是鱼的英文单词叫什么 叫什么 费事 中文什么意思 费事 费事 叫定有后福 行 稍微再说 稍微再说 往这边看 下面我们均匀地把这个盐 打在鱼的身上 对 腌制 这个水你一定要加得稍微多一些 多一些 要没过鱼 对 好 用大火煮沸 好 下面我们稍微地加一点点鱼露 鱼露 味道非常的鲜 对这个鱼露呢在这个沿海地区啊 我们经常做菜的时候用到啊 对 就用这个鱼和虾啊 炼汁 好 把这个肉馅稍微地打散一 是要把那个肉馅放到那个鱼肚子里是吗 先不要抢打啊 要是让你打你再打 让你吃你再吃啊 这个时候水已经打开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鱼 冲一下水 给抓着鱼的尾巴 把这些热水均匀地打在鱼身上 哦 翻过来 翻过来 你看看这边 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太快 对 所以鱼皮会破 所以说观众朋友在操作的时候这个步骤你一定要小心 好 关火 好 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们叫起锅可以炒了 炒肉馅 好可以了 我们认一下锅 炒肉馅 好 好 好 揹一遍 对 看到这个肉馅啊色泽上有一些变化以后呢 可以加少量的盐 少量的盐 来 这个时候还要再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泡好的乌梅 而且这个水非常重要 乌梅还有泡好的水一起倒进来 嗯 现在这里边有点蒜汁了啊 对 好 这个蒜香味也很浓了啊 好 好 然后呢 好 出味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加水让它煮开 哦 这个汤已经有点淡淡的白色的感觉 对 好 做鱼别着急 对 一定要慢慢的做 慢慢的 这个做鱼着急 那一定是不是特别好的 而且做鱼最考厨师了 对 尤其这个鱼皮 它的这个温度的大小 时间的长短 你到任何一个餐厅去想考这个厨师 你就让他给你清蒸一条鱼 哦 哪是能看出水平的呢 可是清蒸鱼 我觉得好像朋友们一定会认为 清蒸鱼非常的简单 就是上锅蒸就行了 嗯 那可不是 往往很多很简单的事情是当客人做的 要行手 皮嫩 入味 肉软 这是很难做到的 太有学问了 好 我们听着这个纳薇老师的娓娓到来 我们的汤也开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再放盐了 因为鱼露和生抽都是咸的 对 而且我们的鱼之前也腌过 对 放一点 胡椒粉 胡椒粉 哦 酱油 生抽 鱼露 嗯 要放多少呢 三分之一就行了 三分之一 好 好 这时候还在煮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鱼放进去 我们的主角 对 我 滑下去 鱼头先放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柠檬也煮进去了 哦 我们这也是一个主角 对 哦 因为刚才呢只是淋漓变水 这个鱼大概再煮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董汤 这个汤 你知道它最好是什么时候喝吗 什么时候喝 是喝醉了以后喝 对 行酒 对 韩国东南亚很多地方用鱼汤加上这种酸的东西去行酒 虽然现在你没喝酒 也得让你庆醒一下啊 来品尝一下我们的神仙汤 好 先把鱼捞出来 鱼捞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一些辅料 芹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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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倒汤的时候啊 要拿这个勺子 对是有技巧的 等一下啊 再挡一下 让它形成一个小瀑布 来做 好 来 柠檬煮草鱼就做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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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热气腾腾的明红煮草鱼 来 拿着嘴 让嘴 可以张得大一点 张得这么久 你就可以神仙 怎样 酸甜口 酸甜口 非常的好 做鱼讲究手法 不一定是这个鱼的食材贵重于否 不重要 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你们在地方里滚汤的时候 慢慢的滚拿手 挡着 这样呢 能够把当时的这些香菜啊 姜丝啊 葱丝 柠檬的香味给它熏出来 再配上这个汤 不喝 已经 做了 这笔酒还是什么 叫做神仙汤 出来以后就像神仙那样 好了 下期节目 下期节目是不是该我做了 下期节目 我还是在做 我还是在做 我都做 中文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